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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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万众一心 好着跌倒 我们前进 好着跌倒 我们前进 前进 前进 8月4日上午9时 上百名香港市民自发前往香港奸杀嘴 天心码头举行升国旗仪式 市民严正谴责暴投侮辱国旗的恶劣行径 并向国旗敬礼 8月3日下午 香港一批在游监望区涉嫌非法游行的 极端激进分子路过天心码头 几个黑衣谋面者将海岗城门口的五星红旗降下 揉成一团扔入海中 极端激进分子期间更发出嬉笑声 这一系列的恶劣行径引发香港社会各界极大愤慨 8月4日凌晨 一批爱国爱岗市民自发地来到天心码头 将一面崭新的国旗重新升上去 有在深夜路过的市民见到升旗仪式后敬礼 8月4日早上 一大批市民聚集在事发地 看到国旗已再度飘扬在围港上空 市民在国旗下高唱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 向国旗致敬 活动发起人陈文伟指出 暴徒侮辱国旗的行为 是对于所有中国人的侮辱 令人愤慨 国旗代表着国家和民族的尊严 绝不容任何人玷污 多位市民表示 看到暴徒侮辱国旗的恶劣行径 非常心痛 作为中国人 绝不允许国家尊严受辱 有一些非法的暴徒 还有示威者 就做出一些对国旗损坏的事情 然后我们一些爱国爱港的群组里面 自发要护国旗 对我们国旗维护这样的一个行动 我们是自发的 过来今天早上 我们看见国旗在海里面飘浮 我们当时的心情非常非常的心痛 无论作为一个哪一个国家的人 我们都要尊重每一个国家的旗帜 国旗 更何况是自己国家的国旗 更不能做出这样的行为 香港法律界人士指出 侮辱国旗行为 以涉嫌违反香港特区 国旗及国会条例 最高可被判监三年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在社交网站强烈谴责侮辱国旗的行径 并宣布悬赏100万港元 击捕将国旗丢入海中的狂徒 梁振英也倡议香港成立悬赏基金 协助警方击捕罪犯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